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副总画廊 前面几期我发了一些关于古董和西洋古董博物馆的视频 上期发了一个关于抽象油画的视频 今天我准备再给大家拍一个关于抽象油画的小视频 欢迎大家能喜欢 今天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抽象油画里面这些新的技法 极简主义 就是非常简单的画面 因为我前面画的抽象画是那种无规则图形的 就像这种 我上期说过 刚学抽象油画的朋友不一定 您非要用非常昂贵的油画布 您可以先在纸板上先练手练笔 草稿也可以也算是打草稿 然后你再往这个油画布上画 这样效果就更好 我今天之所以要把这个 粘一块这个纸板 这个纸板是一个这个 这个巧克力点心的这个纸板 就直接直接在这个纸板上画就行了 说到这个极简主义 它的风格多种多样 今天我想先给大家看看我三副 我的三副这个极简主义作品 这个是第一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不算特别极简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的这个中间这块灰色 它是用条色板上我画风景画留下的这个 这个脏颜色画上去的 还有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 极简主义风格的图像画是怎么画的啊 给大家献丑了 喜欢的给我点个赞 关注我啊 这种 这个 这个 极简主义要的是这个大色块 大色块 这样 颜色不要太那个 颜色不要太重了 浅一点颜色画面会更好看 像这样 这个下面的这个 流出的这个红色 你不碰它也非常完美 这个下面这个底色的黄色 留着反而也漂亮 越简单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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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装饰性就可以了 然后再来一点这个 深色 深色可以 黑色加点这个 土红色 土黄再加点红色也行 好 线条你不一定也画的非常直 画的歪一点也更漂亮 然后可以再来点纯颜色 在这一块 在这一块 来点纯颜色 来点纯颜色 这边再来个蓝色 这就平衡了 画面就平衡了 稍微来点白色 一个画面最好要有黑白灰的关系 把握一些黑白灰的关系 黑色再来点白色 画面效果会更好 这样就是有规则变化的这样的抽象画 不像我昨天画的那个 就有点无规则 无规则抽象 看起来很乱七八糟 但是有些 有些客户 有些朋友 就会喜欢那种 无规则那种抽象画 但有些人喜欢这种 有规则的 这种抽象画比较适合这个 现代的这种 现代的这种 室内装修风格 这个我随便画一下 这个我随便画一下 大家可以在这个 这个蓝色这个 这块蓝色里面再找一点别的颜色 找点别的颜色 看这样就非常漂亮了 非常漂亮 这看起来有个像个十字架 这边的红色就留着不要动就行 好 看不错 这样你家里面有一些这些 废弃的纸盒 或者是废弃的这些包装盒 什么饼粘的盒子 只要硬一点就可以了 上面 如果像我这种很光滑的话 你就不用磨什么乳胶了 什么什么那个 底料了 你直接往上面画就可以了 如果是 上面是 那种吸油的那种纸面的话 那你就得磨一点那个乳胶了 抹上两层乳胶 我有时候是磨乳胶 有时候是 有时候是会上那个什么气 什么我们这边卖的有一种那个 底料 就可以了 只要能有防油的效果就可以了 有些有些朋友喜欢抹那个清漆 清漆也是可以的 那边上它看起来有个十字架的感觉 这个抽象画图上面 大家可以多看一下这个赵无极 赵无极 老先生的作品 他是这个中国这个抽象画大师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 非常棒 就算你是一个初学者 或者你干脆没有不会画画 对抽象画你也是可以画的 不一定你非要去学什么素描 人体解剖学 你才来当画家 不是 所有人都可以当画家 这个 这个 这个学院派 这个东西实在是 害了不少画家 学院派这个油画 它会 抹杀这个画家的 碰到的想象点 有时候我们也要抛弃这个学院派的一些东西 要大点的去画 大点的去创造 创新 这条直线和这条直线最后不要是一样长的 这个如果长这个就给它放短一点 这样就很有意思 这个都是由 它 都有它的这个规则的 这样就算完工了 大家复学者就可以这样直接这样画 很简单的 没有你们想象那么难 这个你再来一个很好的这个包标 带个近况 就可以了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然后你在右下角可以签上 可以有自己的那个签名 画背后你再把签名和日期写上 这张画就算完工了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节目 观看我的视频 请大家 请大家关注我前面几期的这个视频 前面几期的视频 欢迎转发订阅 谢谢